华南银行在去年6月执行代发统一发票奖金入账作业的时候 因为系统转档发生了金额懒位移的一个状况 导致入账金额多了两个零 等同中奖200块钱变成了2万块 总共有3万多笔异常入账 而截至去年10月底还有14户102万的金额是逃不回来 金管会也在昨天对业者开罚了400万 并且提醒民众多拿的款项是属于不当得利 业者经透过了法定程序来催缴 而华南银行也发布了重讯强调 未来将进行改善并且强化管理规范 华南银行在去年6月执行代发发票奖金作业的时候 因为系统发生了异常 造成入账金额是多了两个零 等同于中奖200元变成了2万元 会很开心啊 没有人嫌多 可能会觉得是诈骗吧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当然没这么好康 金管会统计华南银行当时总共有3.5万笔异常入账 原本该拨付的金额只有约2000万元 最后竟然会入超过20亿元 经过当天紧急账务更正 还是有142户合计918万元 未能及时收回 后来银行联系客户之后 截至去年10月底 还有14户合计102万元 逃不回金额 金管会也针对业者疏失开罚400万元 主要是他在资讯系统的转换作业 没有做好确保这个客户权益的相关的措施 相关的测试会确实的执行 上线之后也没有做确实的监控 华南银行作业疏失引发热议 有民众批评这种错误 本来在银行界就不该发生 也有民众质疑造假 还有人笑称才高兴了一下 账号就收到退回通知 不过也有人认为可以不用归还 毕竟这是银行的疏失 空欢喜一场啦 不然一人一半啦 我觉得应该还回去 到最后他们也是会查 查到你更不好意思 尽管会提醒民众多拿的金额 是属于不当得利 业者也已经透过罚定程序来催讨 华南银行也在23号发布重讯 表示将就相关机制进行改善 并强化管理规范 避免中奖金额 栽闹乌龙 这里是雲西台北采访报导